11月的事情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敦马避开沙巴的访问呢 那或许我们让时光倒流啊 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 去了解一下敦马第一次他做首相的时候 他跟沙巴之间的复杂关系 那你可能就可以理解了哈 首先在沙巴一提到马哈迪这个名字 很多当地人就会马上联想到 一个被称为身份证计划 Project IC的秘密计划 那这项据说由当时候的国阵政府主导 马哈迪积极参与的计划 被指使当局有系统的发放身份证 给外来非法移民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要改变沙巴的人口结构 来巩固执政党 也就是当时的沙巴国阵州政权的 那究竟这项计划对沙巴人口的这个结构 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 在1960年在沙巴还没有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呢 主要信奉基督教的卡达山杜顺族 还有这个华裔人口的比例啊 分别占了沙巴总人口的32% 还有23% 而马来人呢 当时候只占了0.4%哦 但是到了2006年 卡达山杜顺族跟华裔人口的比例 已经锐减着18%跟10%了 反观马来人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1% 那同时在这46年期间 大马的人口增长率啊 是113%啊 但是沙巴的人口增长率却达到285%啊 而这显然涉及了人为的干预 那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 沙巴的穆斯林选民元素 已经超越了非穆斯林选民了 那除了身份证计划之外呢 一向怀着浓厚本土情节的这个沙巴人 也对奔马第一次他做首相的时候 乌统东渡沙巴这件事 他们是耿耿于怀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奔马就派出了他当时候的德义门徒 也就是安华 把乌统呢 扩展到沙巴去 那在1994年的周选 第一次在沙巴竞选的乌统呢 虽然以微差一席 败给了由拜林领导的本土沙巴团结党 但是在选举之后呢 安华就策划了便捷行动 又使沙巴团结党议员呢 集体跳槽 最后呢 就导致沙巴团结党 在赢下选举后 短短一个月里面倒台 那从身份证计划 到乌统东渡沙巴 弄垮沙巴团结党 这两件事情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 马哈迪在沙巴人眼中啊 是有着非常不好的印象的 可以这么说 在大选竞选期 敦马在沙巴可以说是一个票房毒药 那所以坊间那个时候都在猜 敦马之所以他避免去到沙巴 是因为不想进一步激化 当地选民不满他的情绪 然而随着在509大选实现改朝换代 希望能够成功推翻国阵大臣之后 那敦马他再怎么说都得在这个功劳部上记上一笔啊 从昨天晚上在亚比举行的这个大马日庆典上 沙巴子民热烈欢迎敦马的场面来看啊 当地民众对敦马的态度似乎是有所改观的 面对二度润向的敦马 相信一些沙巴人对敦马之前对沙巴所做过的事呢 已经释怀了 而另一部分人虽然还是不能够放下过去 但他们的不满情绪啊 也好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强烈了 那大家都期望 如今的敦马2.0能够解决沙巴人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下放更多自主权 还有发展当地的经济等等 并且引领沙巴 还有整个新马来西亚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